郭董事長 議長 何議長 何議長 對 文派出版人郭台銘 請義之旅來到南投 縣長許淑華是近期第一個 接待他的縣市首長 郭董一下車 縣長 議長帶著議員去迎接 口中講的都是要力挺郭台銘 外界關注許淑華跟韓國瑜交情好 郭董這次來是否會談到郭韓沛 韓市長先前也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 在這次的浮選的過程 他一定是一個啦啦隊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想不可能會有所謂的 這個郭韓沛 會不會表態挺郭 許淑華只回應 支持藍營最後推出的人選 他強調 不論最後是侯友宜還是郭台銘 都會全力支持 縣市首長們沒有明確表態 但選民可是忘情吶喊 郭台銘帶著妻子曾馨穎 一起到南投紫南宮 還巧遇余美人 我沒有跟你約我之前 我一個月前就跟他約好 我祭天了 加油 加油 一個想選總統 一個要選立委 郭台銘跟余美人 只有短暫寒暄 沒有多談 各自離開 郭董 問個手 謝謝 謝謝 部分男女老少 每個人看到郭台銘 都一擁而上 要握手搶拍合照 連從宮廟門口到主祭壇 短短10公尺 走了快10分鐘 被問到泛蘭中最大競爭者侯友宜 郭台銘的回應 是把重點放在經濟 郭台銘是南投女婿 來到南投被群眾簇擁 清晨中還跑去曾欣穎以前常吃的麵攤 吃的是一般家常菜 相對於前幾天跑通 現在多了妻子陪同 也被外界解讀 在民調最後的關鍵時刻 加強力道 TVBS新聞陳其軍許又翔 SNG小組南投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